它是位在一個大的季風低壓區裡頭 那未來的話 它有發展成為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甚至是颱風的趨勢 不過這可能是 在下禮拜的後半期觀察的重點 因為它這個熱帶系統 未來的話可能深層的位置 還有強度以及路徑 都還有一些不確定性的存在 所以本屬也正在持續的觀察當中 至於今天晚上賞月的條件來看的話 今天就是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北部地區 因為雲量比較多 再加上水氣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賞月是稍微有些困難的 不過在其他地區 像是桃園以北的北部地區 還有花東附近這一帶 賞月還是有機會的 就是可以在漁縫當中 斷斷續續的還是可以欣賞到月亮 至於在新竹以南的地區 雖然可能在午後 可能有一些熱對流 不過到了晚上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熱對流的雲系 就會逐漸散去 所以大致上可以欣賞到 繳學的明月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 就是在未來降雨的趨勢方面 明天台灣附近仍然是吹著東北風 那東北風帶來迎風面的水氣會比較多 因此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地區 可能還是會有不定時的降雨 同時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那另外在桃園以北地區 還有花東附近這一帶 也有不定時的短暫陣雨 那在中南部地區 則是可能午後會有局部短暫雷陣影出現 那山區的地方 並且可能會有午後 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那到了10月1號 由於有一波東北風稍微增強 帶來也是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相對來講降雨的時間會比較長一些 同時東北部地區 還是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勢出現的機率 那至於在西半部地區 還是以午後局部雷陣雨的天氣形態為主 那過到了2號 雖然吹東北季風的關係 但是北方來的涼空氣 它的秉性是比較乾燥一些 所以2號在下半天開始 就是在北台灣附近 就是降雨會逐漸地緩和下來 其他像東台灣雨勢也沒有 像上半天那麼明顯 不過5號在2號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3號呢 因為北方乾空氣的影響 所以大致上來講 就是台灣附近的水氣會逐漸地減少 同時這一天東北風 東北氣風也會減弱一些 因此呢 就是降雨減少 溫度會逐漸回升一些 那到了後面 4號5號 因為就是那個熱帶系統呢 它走的路徑到目前並不是相當的明朗 所以就是我們還必須再觀察一些時候 不過這個是在下禮拜的下半週 是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溫度來講的話 就是未來一個禮拜是有一個降幅 這個降幅是發生在10月1號 2號附近 因為東北氣風增強的關係 所以10月1號2號會有一個降幅 那尤其是在2號晚上到3號清晨 在東北部地區溫度可能高溫 只有會下降到30度左右 那低溫的話大概會下降到24度左右 那不過很快大概3號的白天以後 這個溫度會稍微回升 那4號5號的話 就是要看後面的熱帶勞動 它接近的程度而定 所以這個溫度呢 大致上來講 是屬於這個略為回升 或者是持平的現象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總結 就是今天晚上週秋節 水氣會稍微增加一些 不過主要還是在基隆北韓 東北部地區水氣會比較多一些 那其他地區 西半部中南部地區 大致上還是可以欣賞到 浩葉當空攪決的明月 那不過呢 就是還是要注意東北部地區 今天晚上到明天 可能會有局部 較大以示發生的機率 那接著就是10月1號2號這兩天呢 就是東北氣風燒增強 北部東北部溫度會燒降 那2號就是整體來講 水氣會開始減少一些 那還有就是要注意的就是 在10月2號之前 都是適逢大潮期間 因此呢 新北至雲林以及澎金馬 沿海地瓦地區 要特別注意海水倒灌的現象 那下週的後半期 就是要留意這個熱帶系統 它發展的情形 還有對我們台灣接近的程度 以上就是今天下午 天氣預報說明會 不知道各位媒體有沒有什麼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